我们接下来的练习,他说韦泽跑100公尺花15秒,彭义呢跑100公尺花14秒 他问我们平均速度分量是多少,那就很简单嘛,距离除以时间嘛 或者说位移去除以时间嘛,去除完就没事了 所以呢15秒位移100公尺,所以算出来大概6.7,每秒6.7公尺 然后呢另外一个是花了14秒会快一点,所以呢就是100除以14就7.1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计算,就是所谓的距离去除以时间 或者正确的说是位移去除以时间,算了就是所谓的速度 算了就是所谓的速度,那这里当然算速度也一样嘛 反正它就是跑直线,也没有回头干嘛 那个位移的大小就是路程,所以就没有什么差别 OK,简单小事情 另外一个呢,我们就是所谓的看坐标 看坐标,然后用坐标去定出我们的位移 然后就可以算出所谓的速度 然后我们有个O点,有个A点跟B点 坐标表示给我了5秒钟向右爬到A点 向右爬到A点 然后以蚂蚁呢,就向右爬到B点 那请问你两个的分别的平行速度多少 那也一样 所谓的速度就是位移去除以时间 位移就是位置的改变 后来的位置减原来的位置 所谓的S2减S1 所以呢,从原点爬到A,就是S2就是正2 原来的S1就是0,所以正2减0就是正2公分 正方向走2公分 然后呢,我们要去除以时间 它告诉我5秒钟 然后就可以把它算出来 叫做0.4 0.4,每秒0.4公分 正0.4 那么我们正通常会省略不写 那么这个正就表示正方向的意思 我讲过了 这里的正号跟负号 通常是来表示是方向 正方向或者是负方向 所以下一集就会变成负方向 我们的乙蚂蚁呢 我们去从 X2是负2 X1是0 所以负2减0就是负2公分 这个负就表示方向 代表是负方向2公分 时间也一样花的是5秒钟 所以一除出来 就发现是负的0.4 负的0.4 每秒负0.4公分 负表示方向 那你就发现这两个的大小是一样的 可是方向不一样 所以一个正号一个负号 所以表他们两个的速度是没有一样的 因为方向不一样 方向不一样 这又是简单的练习一下 我们的速度的计算 方法就是带入公式 简单的说叫做距离处以时间 正确的说叫做位移处以时间 叫做速度 然后带进去算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的简单小练习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